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时间里 英国陆军虽然获得了很多新式坦克 但自行火炮却一直是二战一流的老旧型号 所以在50年代后期 英国计划研制新的自行火炮系统 以取代手中的牵引式和自行式25磅炮 而该计划的成果便是维克斯公司设计建造的FV-433自行火炮 FV-433的开发工作开始于1958年到1960年间 到了1961年 厂商已经生产了12辆FV-433原型车 1964年维克斯工厂开始全面生产FV-433 自行火炮的底盘采用的是FV-430系列中的FV-432装甲运兵车 这是英国在上世纪60到90年代里 极为重要的一型小尺寸运兵车 车体为全钢结构小而方但向前倾斜 这个倾斜的前端容纳了发动机、变速箱、变速器以及油箱 底盘采用的是传统的履带式设计 发动机前置驾驶位在右边 驾驶员有一个可以左右打开的两部分舱口盖 对于封闭式驾驶 FV-433在驾驶舱门前内置了一个广角潜望镜 潜望镜配备有雨刷 炮手和车掌位于火炮的右侧 装填手位于火炮左侧 车掌位置有转动炮塔的操纵装置 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迅速瞄准目标 装载机位于炮塔的左后方位置 装填手也执行无线操作员的指责 另外还有两名弹药处理人员 不过车内空间有限无法携带6人 真的一般携带4人就能完成操作 另外两人搭乘随行的弹药车 严格来说可以不把它俩算作车组 在车体的尾部有一扇侧面打开的舱门 可以从这里快速补充弹药 发动机采用一台240马力 劳斯莱斯多燃料发动机驱动 行走装置有5对扭杆悬挂负重轮 主动轮在前 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制造成本 也能简化后勤维护成本 不过该自行火炮的装甲防护水平 对于现在来说并不高 车体的正面和侧面装甲 厚12毫米 尾部厚10毫米 底部厚6毫米 炮塔正面和顶部厚12毫米 侧面厚10毫米 这样的厚度只能抵挡住一部分 轻武器和炮弹破片的伤害 车上有三房装置 车体内部空间有限 很多工具箱等需要外挂在车体 炮塔外部 不过这也能起到一点 额外装甲防护的作用 在炮塔的右后方 安装了一个大型通风装置 左后方挂着一个电线卷轴 这是当时大多数英国坦克 携带的一卷电话线 坦克处于防御位置时 它会被用在露营区 电线被连接到每一辆坦克上 让它们可以在不通过无线电的情况下 进行秘密通讯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自行火炮理论上 还具备有一定的两系能力 它依靠二战谢尔曼两系坦克一样的 违慢实现水上行驶 使用的时候需要扬起炮管 再升高违慢 不过在服役中 有关设备被拆除了 由于在建造中 尽可能的采用了现有的部件 所以它的零部件通用性很高 并使维护更容易 最主要的是 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 减化了所需的人员培训 FV433自行火炮 整体空重约16.5吨 炮向前的情况下 车长5.8米 宽2.6米 高2.5米 最大行驶速度47公里每小时 最大行程480公里 旋转炮塔安装在车体后部 炮塔尺寸并不是很大 采用多面装甲板焊接而成 正面装甲略微向后倾斜 火炮的上方装甲 有一个半圆切口 这是为了让火炮达到更高的仰角 在设计之初 设计人员想要为其安装一门 大口径高射速的火炮 可以在短时间内对目标进行轰炸 最后经过层层挑选后 选择了L13A1型105毫米火炮 或许很多朋友觉得 这样的口径并不大 先不要着急 让我们来看看这款火炮的性能怎么样 该火炮可以说是与FV433自行火炮 同一时期发展而来的 自从诞生以来 英国军队一直使用该型榴弹炮 作为它们的轻型榴弹炮主力使用 它的最大射程为15公里 车内通常载有40发弹药 弹药分布在炮塔内部四周 以及车体内 火炮采用37倍静伸管 炮口可以上仰至70度 或者下降到-5度 足以攻击敌方大多数装甲目标 炮塔的旋转横移 由电动四伏机构驱动 升降装置由手动操作 由于弹药的数量和它那紧凑的炮塔 FV433没有校准瞄准器 取而代之的是有切线仰角的瞄准镜架 和有角度刻度的瞄准镜 紧急情况下可以采用直瞄射击 炮塔顶部的自卫机枪 也可以担任一定的矫正功能 该炮炮弹采用的是全新的弹药家族 包括炮弹、引信和弹药桶 都是专门为该火炮设计的 其中包括L31、L37、L38高能炸药 L42高爆起压头炮弹、L31HE杀伤弹 以及L45烟雾弹和L43照明弹 弹药由两个部分组成 炮弹和推进剂是分开装填的 炮弹在电动夯锤的帮助下装载 而推进剂则需要人工装填 推进剂通常放在黄铜壳内 引爆器采用电击发 而没有采用以往的撞针机械触发 FV433的射速还是很可观的 每分钟可以发射6到8发炮弹 这种射速的实现要归功于旋转炮塔 和带动力夯锤的半自动炮尾 FV433的火力、精准度、覆盖范围 在当时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它的旋转炮塔 使它能够在任何方向攻击任何目标 而不需要重新定位车体 火炮的高仰角 也赋予了它在最陡峭的掩体后 攻击目标的能力 可以在火炮的最大射程内精确打击目标 其使用寿命也高达1万发 辅助武器包括一艇安装在指挥官原顶上的轻机枪 较早版本的FV433配备的是L4 7.62轻机枪 该枪是二战布伦机枪的升级版 性能在当时是属于较为优异的 几年后 该机枪被GPMG轻机枪所取代 该机枪也是7.62毫米口径的 除此之外 FV433还配备了烟幕榴弹发射器 每个炮塔有三个 虽然该自行火炮是英国第一个采用移动炮塔的自行火炮 但是在他服役的近30年时间里 从未愤怒地开过任何一炮 厂商总共生产了约200多辆FV433自行火炮 其中印军装备了146辆 印度装备了68辆 不过印度购买的是便宜的阉割版本 型号为FV433V1A 该型移除了浮选筛 发动机被替换为使用柴油的标准发动机 履带上的橡胶垫也被去掉了 炮塔的横向移动和火炮的升降都是手动的 没有电动夯锤 炮塔顶部安装的火炮瞄准锯装甲盖 也被帆布盖锁取代 瞄准镜被德国模型取代 指挥官的圆顶也不可以旋转 仅配备了一个潜望镜 没有烟雾弹和辅助机枪 并减少了外部装载 令人意外的是 印度军队似乎对于这种便宜的FV433更满意 该型在1976年开始生产 通年便被带到印度进行演示 很快便进入到印度军队中服役 FV433 VEA总共生产了88辆 其中20辆进入英国陆军作为训练车辆 剩余的68辆则被送往印度服役 但由于该自行火炮的性能逐渐落伍 印度军方已于上世纪90年代将它们逐步淘汰 总体而言 FV433是英国使用的最成功的自行火炮平台之一 也是世界上军用车辆的最佳典范之一 由于火力强 灵活性高 且便于维护 一度受到了很多士兵的喜爱 在被155毫米火炮取代之前 该炮在英国军队中服役了28年 虽然目前早已退役 但由于它的可靠性强 许多FV433仍然存在 并由私人或者公司在经营 它们相对容易 以相对较好的价格被私人购买 而且至今仍然可以在世界各地的 许多博物馆中找到 在军事和私营部门中 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好了 关于FV433自行火炮的介绍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